每年2月2号北美许多地区欢庆吐蕃鼠日 那么美国的宾州的吐蕃鼠菲尔就预测了 今年的春神可能没有这么快来报道 一年一度的吐蕃鼠日又来啦 每年的2月2号北美许多地区都会请吐蕃鼠来预测 春神何时报道 宾州的吐蕃鼠菲尔预测 今年春天还得再等等 这项传统从1886年开始 如果吐蕃鼠在这天看到自己的影子并躲回巢穴内 那么冬天还会持续六周 如果没看到影子就代表春季即将来临 冰州的吐蕃鼠日活动 今年迈入第137届 大批民众顶着零下26度的低温 等待菲尔开始 但吐蕃鼠预测春天准吗 菲尔的数据不好看 纽约史泰登岛动物园的吐蕃鼠 其实动物预测迹象准不准不重要 倒是成了冬去春来之际 人类集聚一堂的盛世 无连哲编译